花蓮市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争取入选第八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的资格 在10号的上午由花蓮县环境保护局来进行现场初选 市长魏嘉贤也特地到场为协会给予肯定与支持 花蓮县环保局10号上午在花蓮市碧云庄社区活动中心 进行了第八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社区组花蓮地区初选 环保局秘书王智慧协同甘人贤代文坚饶瑞玲黄木兰等四位委员共同进行审查 而市长魏嘉贤则与社劳客长肖子卫到场关切初选作业 并肯定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长期以来对社区营造的贡献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能够来参加选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过去在不论在营建署争取相关的预算也好 或是各单位争取相关的预算也好 只要提到我们并肯定庄社区发展协会在国薪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里面的一个能量大家都知道 而且争取的一个预算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容易 那而且会得到很多委员的支持 那我们在此要谢谢过去这么多人的一个努力跟推动 那今天进到另外一个阶段 是国家环境教育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不只是提升我们社区的部分 未来也能够影响到整个花莲市甚至到其他的乡镇市 从基本的日常用水种植所需的有机肥料 一直到能够舒缓心灵的生态菜园 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都有一套友善环境的生态架构 历年来的评鉴成绩也在全国获得无数奖项 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成为国内低碳环保 永续生态的示范社区 环境教育是从很多细微的东西开始 那我们社区主要在强调叫做一个循环经济 然后我们怎么我们在强调是垃圾变黄金 我们不只是把除鱼经过那个回收以后 然后产生沃土 我们甚至把那个每个社区 每个地方最讨厌的狗变变 我们把它变变变黄金 那透过我们秋营的养殖 那环境我们的落叶 就可以产生很棒的沃土 那这些沃土呢 我们就会再把它产生什么 变成种子球 或是生在菜园里面要种植的沃土 让它产生参桌上的香草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构思 整个垃圾变黄金的状况之下 我们是有一套系统的 我们也把它变成一个绘本 然后甚至把它变成教案 我们希望把这个理念 不是只有在花莲推而已 我们希望能够推到全国去 利云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刘宏黎表示 希望能以环境教育来启发社区居民 在这块土地上建构可食的食农教育 让家家户户都能够种植自己的可食地景 推广雨水铺满的在地循环概念 与实际的循环行动 让环保不再只是口号 或落于文字宣传 记者 薛丽晴 华联市报导